这是我试过最难吃的野菜 就是这个中文名叫羊蹄 意思是它的根的断面像羊的蹄子 它是鸟颗酸模属草本 椰片超大像牛的舌头 所以俗称牛舌头 因为它的根可以要用 同它的表兄弟鸟颗大黄属的大黄 有类似的作用 所以也被称作土大黄 诗经里的我行其野 盐采其竹 神农本草经理说 这个竹就是絮的静音 絮是秃的静音 本来叫秃菜 据说中药上用作头秃 这个就且听吧 不知道真假 它的花很小 绿色是这样的轮身 整个是一个圆锥花絮 果实卵形 仔细一看这个果实 还有点怪异 有三个棱 像几个小虫子爬在上面 多个资料都说 嫩叶和嫩芽 可做野菜食用 它这个筋很粗壮 尝起来有点苦涩 它的根含有大黄根酸 大黄素 同大黄一样 如果吃多了根 那估计要当厕所所长了 另外被称作土大黄的 有两颗酸末素的多个植物 不光是羊体 今天采点嫩叶 回去试试 嫩叶的根部粘乎乎的 欲野菜不绝 先焯水 焯水后就有点变黄了 浇上佐料 味道是滑滑的 就是焯水后 就是比较酸 这就是王宝拆来了 也没法观看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植物人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